这一节咱们来学习一下长量 从咱们整个课程的设计上来讲 长量这一节其实是最简单的 但是我们可以给它加点难度 所以加完难度以后 这个就比较有看头了 先说长量这事 可能大家也觉得很错愕 说这个东西我们长量 好像都写了很多次了 变量我们一直研究的很清楚 很明白 长量这个还需要研究 是的需要研究 因为我们之前对长量的了解 还是停在最表面的状态 就跟你找了个女朋友 可能谈恋三年了 最后发现人家在 人家是在缅甸搞电信诈骗的 这个不也常有的事 所以我们就要把它搞得很清楚 C语言是这样的一个语言 就是你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搞清楚 将来即使你不做C的工作 你做Java或者做Go 或者做Pascent 那么有C给你留下的这种 对计算机的这种了解 这种基础 你学习其他语言 一定是如履贫地的 所以好好把它弄清楚 边边角角的 先思考第一个问题 那么这段代码里面 哪个是长量 哪个是变量 大家把它圈一下 首先A 是不是变量 这个很简单 200 255 这个是长量 对不对 好 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来了 大家思考一下 这个变量占用内存吗 把你们的答案打在我能看到的地方 公屏上弹幕上 然后评论区都可以 好 那么它占不占用内存 然后大家先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我来说我的答案 当然是占用内存的 说为什么 你想一下 A等于A加255 你CPU要完成这个操作 你是不是得提供这个 除了提供A的内存地址以外 提供这个指令加以外 你是不是还得提供一个必要的信息 255 这个信息 你说你不存到内存 你存到哪里 你存到银行吗 难道 所以呢 你只能把它存到内存里 那既然要存到内存里 它是怎么存的 什么样子 能不能够看得到 那当然可以了 所以今天我们因为常量这个东西 它这个概念性的东西 我们很快就能说明白 我们所以呢 就额外的补充一个新的知识 调试 调试咱们之前是学过的 但是呢 今天我们用的是另外一个模式 用反汇编的模式 就是我们整个ViuStudio的 它的编辑器 它其实不是一个单单的 一个编译的一个事情 它很复杂 你比如说这个东西 现在我们用的这个写代码的 这个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文本编辑器 就是它能够给你语法高量 语法提示 它做这个工作 就相当于像 Linux下面的那个Vim 是吧 那么还有什么呢 还有我们的编译的组件 链接的组件 就我们说的编译器和链接器 然后除此以外呢 还有调试器 这也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它的调试功能做得非常好 像我之前就教过大家怎么样调试 就是下一个断点 然后程序跑起来 代码会执行到这停下来 你可以观察A的值 然后让它逐步的走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来一个更高级的 就是什么呢 我们看它的反汇编代码 因为对于C语言来讲 你一定要会看这个东西 不然的话你的C学了 就等于没学 是吧 那么接下来调试窗口 反汇编 这就是它的操作的模式 那这个时候 很多同学会遇到问题 遇到什么问题呢 说我点调试窗口 没有反汇编 注意了 调试它是分为 它调试 你想想这个事情 就这个调试这个事 一边调一边试 你想对吧 所以你一定是 你是动态的 就是你这个程序是跑起来的 所以这个过程 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叫动态调试 其实我们还有一种 逆向分析的方法 叫做逆向分析 静态分析 你比如说典型软件叫IDA 那么既然是动态的话 所以你要把软件运行起来 运行 运行以后 你就能够看到它的 反汇编的代码 现在上面有这么多选项 依次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们爱个说一下 首先第一个 我们现在如果什么都不选 看到的就是这段代码的汇编代码 你看上面能够看到 这是我们的mind函数 对吧 好 那么到这就结束了 那么显示第一个 显示代码字节 大家看点了以后 这个地方会多出两个数字来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记不记得 我之前在讲编辑器的时候 我说过 编辑器的本质上 实际上来讲 是把我们语言 C语言的代码 翻译成机器语言 机器语言是二进字 二进字不好表达 我们用16进字表达 所以这个就是机器语言 但是机器语言 人类不好理解 所以我们创造出了和机器语言 一一对应的汇编语言 那么这个就是汇编语言 所以他俩是一一对应的 4055代表的就是pushrbp 就是他俩就是这样的一层关系 57代表的就是pushrdi 所以这个是怎么来的 这个我们现在用不上 就是将来 假如说我们自己要做一个东西 就返汇编引擎 我们能够把这个数字解析成这个 那这个时候我们到时候 在研究它的转化规则 这个要去看 英特尔或者AMD 那个CPU里面的手册 它上面是详细的讲了这个事情的 这个最原始的 原始的内容 那么这个指令 它是不是也是要放到内存里的 你才能够执行 好 那么所以它也有一个内存地址 你点下这个显示地址 这个就是内存地址 说这个地址怎么这么长 是不是跟你们想的可能有点不一样 这因为我们现在编译的这个架构 是在X86的架构下 X86的架构下 那么它当然就是内存地址就是64比特 64比特不就八个字节吗 八字节你算一下 是不是刚好相当于咱们一个弄弄的这种数据 只是用16镜子来给它表达了 就这样 如果说你用的是X86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刚好看一下X86的这个区别 大家再看这个是不是就变短了 因为X86下面我们32比特 是不是四字节 这刚好不就是咱们int或者insign的 这个一个16镜子数的这样的一个样子吗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我们这个内容 显示语言代码 正常来讲代码编译以后 它就是你这个样子的 那么这个时候 为什么会有一个显示语言代码的操作呢 就是 我们这个编辑器 你想你这样直观的看 你可能还不太能 比如说我现在就要找到这个A等于A加255 这一句你可能看不到是吧 你点了显示原代码以后 这个就能够看到了 这个显示原代码能够显示出来 是因为你的原代码在这里 如果这是别人做的软件 你就看不到原代码 这个时候我们就通过我们的逆向的技术 去把它还原出了原代码 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发现 我们的原代码在哪呢 在这这这两句 接下来显示符号名 你比如说A等于200 那么A的本质不就是个内存地址吗 是我们给这个内存地址起了个名字 是这儿是吧 所以以后碰到A的地方 我都用EBP-8来代理 比如说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如果说我看起来 刚开始对汇编不熟 我想快速的看这个东西 你可以点上显示符号名 这个时候代码就会发生一个变化 你看这个地方就会变成A 那么这个时候你看起来 是不是会轻松那么一点点 然后显示行号 就是会在你这个原代码的前面 说这是第几行代码 那这个就比较 好 那这个事咱们就算是弄清楚了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内存占用的问题 首先看英特A等于200 好 那么这个指令我现在先不解释吧 那么将来我们遇到的时候再解释 那么首先你不管怎么说吧 这个指令的机器语言是C745F8 C8000 好 那么实际上这个C8 它其实代表就是200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代表的就是200 但实际上来讲的这个C8000000 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时候就引出一个新的概念来 叫什么呢 叫大端数小端数 实际上我们这个C8呢 它不是C8 它是000000C8 你看起来说这本C8000000吗 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在数的储存上面 我们之前只讲了 在内存分配的这个事情上面 我们只讲了分配几个字节 但是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实际上还有一个 你比如说我这个内存 我分配了四个字节是吧 比如说这是内存地址0的地方 1234 那么比如说我保存一个 就保存咱们这个200吧 200它是C8 如果是四字节int的数据类型 那么是不是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000000C8 或者说是什么呢 或者说是反过来 要不要发行呢 要不要发行呢 我需要发行呢 感谢观看